江西的干菜口味以鲜辣为主 在以花卉命名的江西省平香市莲花县 更使有一道民间菜肴因此特色而成为干菜非夷 它将当地特产的麻鸭、辣椒、米酒和茶油等进行特殊的烹制处理后 便成为一道口味绝美独到的特色美食 莲花血压广受时刻青睐 近日,莲花血压烹饪记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国华 在莲花县向记者介绍并展示了莲花血压的烹制手法 据介绍,相传南宋末年,文天祥率军途经莲花县 火头军勿将鸭血当成酱油倒入了锅中 但做出的鸭子香气扑鼻 重将是吃后赞不绝口,士气大震 莲花血压从此名扬天下,世代流传 李国华告诉记者 当地特产的食材和独特的烹饪方式造就了莲花血压独特的美味 当鸭肉翻炒熟透,香气浓郁时 再将备好的新鲜鸭血倒入锅中继续翻炒,合匀,上色 待鸭肉充分吸收每一滴汤汁的精华 冒出特有的香味时,就可以装盘出锅 主要预计的东西是联花麻椒 我们联花麻椒的特点是皮西小 它皮薄、露肉、脂肠少 它生长周期那个就是水电荣物质业 终于它的独特业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炒吃联花血压 一定要用到我们联花本地的鸭鸭 李国华还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口味正宗 当地不仅出台了 莲花血压地方标准 每年还会免费开设 莲花血压烹饪培训课程 并举办烹饪技艺大赛 累计向外输送了 数百位莲花血压烹饪师 而如今 完备的产业链条 也给了莲花血压 飞出大山的充分条件 外面要做莲花血压 一定要我们这里的食材 我们就把这个食材 把莲花血压这个食材 可以说在现在通过累计运输 没有通过累计 以前可以说 在外地的我们莲花能 根本就吃饱了莲花血压 现在随着这个能力的运输 都扩大了 技术成熟 所以说现在我们 跟莲花血压的原材料 就莲花血压的 预制菜 可以说是可以走向全国 莲花血压自热饭 血压拌粉 预制菜 在智能化各项产业链 齐全的加持下 莲花血压已经从农村地头 直接销往全国各地 莲花麻鸭 辣椒 茶油等原材料 也成为了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的产业 这项传统飞移民间技艺 正在传承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升级 通过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那种汇农政策 发动我们的老百姓 来养殖我们当地的麻鸭 为产业提供优质的原材料 目前我们麻鸭的规模 正在进行逐步的扩张 预计今年能够扩充100万只左右 通过打通电商渠道 我们也想让更多的 能够通过网络的方式 了解到这道菜 吃到这道菜 喜欢上这道菜 同时形成我们当地的 一个富民的产业 带动当地的群众 致富增收